礼记有云 夫礼之处 食诸饮食吃饭看似是件小事 却很能体现中国人的礼仪规矩 人在吃饭的时候 也最放松 会自然流露平时的习惯 而除了一日三餐 生活中少不了聚餐 请客 复宴 已熟一饭 一言一行 细节中处处能照应出人的性情修养 如果想要看清一个人 和他一起吃顿饭 不是唯一个好办法 吃相端正的人 教养好 常言道 占有占相 坐有错相 吃有吃相吃相 指的就是一个人 在吃饭时的礼仪和姿态 吃一顿饭 一定程度上 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教养 教养好的人 吃相端正 既会要求自己 也懂尊重他人 如入席前 按照掌幼尊碑排坐 让尊者或掌者先坐 开餐后 长辈先动快 碗辈再动快 以示尊敬 夹菜时 不挑三减四 不随意翻动 就进夹菜 竟然有序 进食时 细嚼慢咽 彬彬有礼 不玩手机 不拔起嘴 不胡吃海散 用餐后 轻轻将碗筷摆放整齐 擦干净嘴巴 打声招呼 再礼貌离席 且对生命心怀敬畏 对食物心怀感恩 不铺张浪费 西米如金 尽量光盘 道德经有云 天下大事 必做鱼系做事 细节决定成败 做人 细微处体现教养 餐桌虽小 却成四方 蕴含着太多的规矩和理解 食相好 教养好 定能受人欢迎 得人看重 值得来往和深交 让人点菜的人 懂换味 点菜 是饭局中的重要环节 看起来轻轻松松 其实也大有学问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菜系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喜好 点菜 不仅决定着一顿饭的质量 更暴露着一个人的性情 有的人请人吃饭 自觉热情好客 点菜是大包大篮 以自我为中心 只顾自己的口味和喜好 全然不顾旁人 或者只是口头简单询问 不让他人看菜单 真正有力有节的人 能站在对方的角度 换味思考 他们会大大方方 主动让人点菜 积极介绍菜品和特色 即使对方真心认为 随便吃什么都可以 也不会由着自己的性子 而是为他人着想 考虑到对方的喜好 甚至是消费观念 古语有云 借一般以窥全报 以一幕尽传精神点的食材 用的是心 方方面面都思量周全的人 才是真正的有心人 主动埋单的人 重情义 饭桌上总有一些人 喜欢蹭吃蹭喝占便宜 嘴里说请客 喊着要买单 结果每一次都不了了之 甚至聚会结束 准备买单时 还会找借口开溜 先行回家 这样的人 无情无义 自私虚伪 把自己的利益 看得比什么都重 而有些人则截然相反 不仅会和朋友默契的 轮流买单 还会主动抢着买单 他们不是傻子 不是缺心眼 也不是钱多 而是重情重义 在他们心里 请一笔钱重要 不会去计较一顿两顿饭钱 人和人之间 永远都是相互的 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 毕竟谁的钱 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别把他人买单 看成是理所应当 如果有人愿意主动买单 付出金钱和信任 一定要好好珍惜 懂得回馈 喝酒克制的人 能自律 常言到 午酒不成喜很多时候 饭桌上免不了要喝酒 喝酒既是一种消遣 也是为了助兴 活跃气氛 但有些人喝酒 丝毫不顾自己的形象 也不顾他人的身体 一杯接一杯的劝酒 灌酒 好像不喝不过瘾 不劝不尽兴 甚至因为喝太多 酒精上头 还会胡言乱语 丑态百出 挑拨闹事 这样的人 凭日理肯定叙酒成性 生活不自律 人品也不过关 吃饭时喝酒 本无可厚非 但在众人面前 一点也不克制自己 则是大忌 喝到最后 醉酒失态 轻则让人笑话 重则惹祸上身 遇到这样的人 务必尽遭远离 而有些人喝酒 从来都是浅尝辙止 是经酒 不劝酒 悦即也遇人 和这样的人 在一起吃饭 舒服安心 靠谱实在 最值得尝酒往来 有句话说得好 酒品及人品 一个人的酒品酒得 就是他的人品作风 自知力强 点到为止的人 品行出众 相处也能如沐春风 国学爱好者聚集地 超优质国学内容原创号 有温度 有价值 有趣味 如风大驾 伴你读懂中国文化 超优质 讨压 小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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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驾